通常铲使官在购买猫咪用品如玩具或各种猫抓板时,大多会附上一袋猫薄荷会作为小赠品。 当猫咪接触到猫薄荷时会出现兴奋的状态并伴随着一些行为如摩擦、翻滚、喵喵叫、舔噬和打呼噜等。 甚至,有些猫咪在吸食猫薄荷后会出现眼神迷离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猫薄荷对猫咪有着那么致命的吸引力呢? 首先,猫薄荷被称为经界、山火香和张脑草等是一种草本植物,属于纯形科的一源。 猫薄荷原产于南欧和东欧、中东、中亚和中国部分地区,但由于猫薄荷的较为容易生长,对土壤的要求并不高。 所以,猫薄荷目前在全世界都有它们的踪迹。 其次,猫薄荷中的经界内支是导致猫咪表现出异常亢奋或者极度放松的主要化合物。 经界内支是猫薄荷中的一种化合物。 它主要通过刺激猫咪的嗅觉系统产生作用。 当经界内支吸入后会与猫鼻子中的受体结合,这种结合会刺激与大脑相连地感觉神经元。 这一刺激可能会导致大脑多个区域的活动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猫咪的情绪调节。 因此,猫咪才会出现比较反常的表现。 其实,猫薄荷和普通的薄荷虽然在名称上相似,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显著的区别。 薄荷则是一类植物的通称,包括了多种不同植物的品种,如胡椒薄荷、榴兰香薄荷、柠檬薄荷等。 虽然说薄荷也是属于醇形科,但薄荷药药用价值高并对人类的益处较大。 薄荷通常被用于烹饪、药用或芳香疗法中,其气味清新、清凉。 其次,在化学成分方面,薄荷中的主要成分则是薄荷醇。 这是一种具有清凉感的化合物,常被用于口腔清新剂、药物和化妆品中。 大多数猫对猫薄荷都感兴趣,但也出现了少数对猫薄荷没有反应的猫咪, 因为猫对猫薄荷的反应是遗传性的。 通常猫咪在吸食猫薄荷后会产生幻觉,看似很兴奋。 但猫薄荷对猫咪的影响通常是暂时的大约为数分钟至15分钟,并不会上瘾。 虽然说猫薄荷并不会对猫咪造成上瘾, 但是猫薄荷的经界内只等神经刺激物质, 持续性的刺激可能会对猫咪的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导致内分泌紊乱等问题。 所以,建议猫薄荷的使用频率为一周一次, 如果太频繁,猫咪就不会再有兴奋的反应。 猫薄荷每次给予用手指捏一小撮, 不要轻易给小于8个月的猫咪使用猫薄荷, 也最好不要给怀孕的母猫使用猫薄荷, 避免引发流产风险。 另外,患有呼吸道疾病的猫咪也不建议使用猫薄荷, 可能会加重呼吸困难。 最后,产食官们在给猫咪提供猫薄荷时, 应注意适度,避免过度使用, 以确保猫咪的健康和安全。